而新城乡乡长和李台则是为了提升原住民的记忆技能 透过计划争取109年原住民族委员会 办理的公益彩券回馈基因补助地方创新型的计划 那么办理了网板捐印布染技术培训 共招收了15位的学员 那么作为未来公益师培养对象 希望借由中央资源的挹注来增加乡民学习记忆的机会 109年度原住民族委员会办理公益彩券回馈补助地方创新型计划 办理这次记忆技能训练课程 网板捐印布染技术培训增加新人乡乡民学习记忆的机会 并且能够将传统文化图像与现代商品进行结合 创造事业并且增加各项收入 促进地方发展改善原住民地区的经济状况 每一个作品啊代表各位的一个新生 代表各位的一个创作 所以除了要加息各位 也可以要加息郑老师 因为各位的一个创作代表自己的创作以外 每一个方式 每一个商品图 甚至整个网板的一个设计 都要郑老师一一来教导 我们非常的感谢 难怪郑老师说 他真的很辛苦 但是各位的写族 到今天我接八十几个小时来吃本了 真的是要八十个小时以上来学习 其实小时是没有办法学习出来东西的 所以看到各位每一个的创作 代表着各位用心的一个成果 谢谢你们要得到这样子的一个老师的一个加息之后 希望各位能够继续创作 在部落里面带动这样子的网板 揭移的一个氛围出来 把这个技术给这个部落人复理好不好 前相公署也特别办理结业式成果展 现在相当何立台表示 感谢郑宇军讲师认真的教学之外 更感谢这次完成结训的学员们 能够用负责情学习的心态学习技能 会常展示各项成果 让大家是相当的感动 现在相公署团队努力争取的经费没有浪费 学员们很扎扎实实 让大家看到成品以及成果 记得继续节目到